再見 再見 過馬路炒紅燈 遠景上前確定女子卻越走越快 選遠景不注意扭頭就跑 但還是被攔了下來 再離開的話 就直接用強制力了 我就不會再跟你口氣了 我先跟你講 我會直接上卡 我先跟你講 你跑路看 被抓到紅燈穿越馬路 沒想到他還理直氣壯 甚至粉嗆指法遠景 為什麼 我做一些沒用的事情 國家養殖是廢物 話說得很難聽 涉嫌妨害公務 沒想到這還沒完 女子動口之外還動手 直接推了遠景一把 但下場就是 這個鏈被壓在地上 相當狼狽的被戴上手銬 而誇張事件 就發生在新北市中和 二十八號的傍晚五點多 中山路三段 當時四六歲的李姓女子 行人紅燈時穿越馬路被攔下 結果她不配合還入馬遠景 當場被壓制在地 李女既提供其身份及出示證件 同時以侮辱性原始 辱罵執行原警 被以妨害公務送辦 過程中 女性女子的臉部膝蓋跟手部擦傷 沒想到她還反控 遠景違法逮捕 但新北市地院法官認為 遠景執法沒有問題 駁回她的申請 TVB新聞陳盛文檢一期 新北市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